这是最顶尖的改装车友会 在这里有着随处可见的改装豪车 每一辆改装车都价值百万 富豪凯恩这次看上了一台阿斯顿马丁 但仅仅是普通的马丁根本不能满足凯恩的胃口 他想让这辆马丁成为有史以来最顶尖的超级GT赛车 而眼前的这辆阿斯顿马丁征服者无疑是最佳的改装模板 尽管新车才仅仅9万英镑 但无疑是最受大众喜爱的平民轿跑 这次的改装计划给到了黑色车厂的尼古拉斯和凯奇 注意看 眼前的这个车厂可能是所有男人的梦想车库了 拥有着你能想象到的所有豪车 老板欧文便是车厂中的老板 尼古拉斯这次来到欧文这里便是为了找到一辆零五年 里程不超过5万英里的阿斯顿马丁征服者 在看完车后 欧文坚持以8万英镑出售这辆汽车 但尼古拉斯可不想成为冤大头 在各种找毛病后 稍微杀了一下价格 最终以2.3万英镑得到这辆汽车 想要打造出最为顶尖的GT赛车 地盘必须要低 并且拥有大尾翼和前道流液 对于动力方面 马力要更大 刹车系统更加完美 为了测试这辆阿斯顿马丁现在的动力情况 所以尼古拉斯来到赛车场了解这辆汽车的动力 跑上一公里的时间为1分29秒 简直烂透 并且在行驶中有烧焦味道 打开引擎盖查看时发现这辆汽车的离合直接拉垮 看来这辆车想要成为顶尖赛车 需要改动的地方可不少量 给阿斯顿马丁加装与螺旋桨飞机一样的机械增压 并加装水冷系统 会发生什么 回到车场 尼古拉斯和凯奇首先第一步要解决的就是离合问题 因为在测试中 尼古拉斯一脚把离合器踩不一样 第二步是速度问题 这辆阿斯顿马丁搭配的水力大发本机 只有400匹的马力 想要马力增大 那就肯定要加装增压器 此刻面临的问题是选用涡轮增压还是机械增压 如果选择错误 将这两只直接爆发 第三步是安装进去的刹车和悬吊系统 让这辆汽车可以高速过弯和沙体 刹车系统改用碳跑磁刹车体 最后一步是涉及GT赛车的空气造型套件 这个问题由富豪凯恩公司承报 第一步很好解决 将车辆悬空后 更换全新的离合器和排气系统 这辆阿斯顿马丁征服的变速箱是紧接在引擎之后 原因是可以让整辆汽车达成50比50的重量力 拆卸过后 换去坏掉的离合器 下面是排气系统 眼前这个超大的排气组 便是尼古拉斯即将要更换的排气 除去这些 还安装了出煤转换器 让这辆汽车发挥真正的满力 对于第二步加装增压显然非常难 在尼古拉斯和凯奇的争论下 最终决定为它添加机械增压 使得拥有600匹的满力 那么就显现出来一个问题 怎样才可保证引擎不会不得 因此两人来到螺旋桨飞机场寻找答案 在这个大怪物上加装的便是机械式增压器 而它的降热系统使用的是水汽蒸发冷却系统 使得眼前的这架飞机可以达到每小时440公里 马力更是高达1000匹 如果将这个加入阿斯顿马登上 绝对惊艳全场 镜头转到富豪凯恩镇 他们此时正在研究这辆汽车的外观 凯恩的想法是将这辆汽车改装为 具体三赛道用车的外观 并增加一个超大型的后维 悬吊选用运动 好让地盘贴地 最终的设计方案有公司设计人员 在五天的时间内完成 把飞机的机械增压器放到豪车阿斯顿马登上 飞机上的机械增压器 可以强制加速进气 带来绝佳的马力增强 并且上方的水喷射系统将水污喷入空气中 可以保证引擎不会过热发生自然 如果放到跑车上 那将大大提升马力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 尼古拉斯和凯奇来到阿斯顿马丁俱乐部 在这里聚集着最顶尖的阿斯顿马丁改装车 但是在查看完每一辆之后 发现并没有 这些改装车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将原有的动力系统全部拆除 增加新的动力系统 或者将一些重要的零件拆除 以减轻车身重量 这样的改装车已经不能成为改装车了 应该是事故车 富豪盖恩肯定不认账 正在这时 喇叭里面响起来一个声音 24号车采用了水冷机械增压 尼古拉斯立马前去一探究竟 真正的机械增压 说明这种方法真的可行 于是两人驾车来到一家飞机引擎制造厂 拿到了一个机械增压 回到车厂 尼古拉斯立马投入改装 这个改装将会使得这辆汽车增加200匹马力 装好之后 下面要解决制动系统 也就是陶瓷刹车盘和专业竞技悬调 在眼前的这个工厂中 他们会将刹车盘放入1000摄氏度的炉子中烤制成型 之后切削成所需要的形状 就变成了凯奇手中的这个刹车盘 下面就是安装了 两人将车轮卸下 放入刹车盘 下面是竞技版的悬调 与刹车刚好吻合 来到富豪凯恩公司这里 现在他们已经使用电脑完成了车身造型 他们加大了前车两侧叶子 后车叶子板也进行了外扩 车漆采用经典的复古车色并搭配赛车条纹 经过两周的时间 此时尼古拉斯和凯奇也将车辆改装完成了 凯恩派遣詹姆斯将车辆开走 来到凯恩工厂这里 他们正在喷漆 首先将车身原有车漆打磨掉 推入喷漆车间 除去这些操作 凯恩公司为了增加操控性和过弯速度 他们还加装了宽车身和超大尾翼 创造超强的下压力 使得这辆车能以更高的速度过弯 此刻眼前的这辆汽车已经改装完成了 但是凯恩仍然认为这辆汽车的悬调太高了 还要继续更换 还好他们使用的是可调式竞技悬调 只需要将轮胎卸下来调整就可以了 这辆汽车一共经过了22天的时间 终于可以揭开帷幕了 整车采用复古经典色 气势惊人 外观像极了一头猛兽 巨大的尾翼让这辆汽车拥有着不可侵犯的威严 车头保存了马丁特有的干练特征 动力有着机械增压 探陶瓷刹车 竞技悬调系统 这样的汽车你喜欢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记着点赞关注哦